國會改革是民黨的畢業 重新我們在做的 今天怎麼變成你在主黨 這方其實可以扮演關鍵的西處 但是只有分亂的話 這方是沒有用的 每一個人個頭自己的話 那是保證韓國會在第二輪的構築 這是不是代表國會成人 當你黃河昌和他配合的時候代表 國民黨和民眾黨一起成人 黃河昌國際也帶女人帶國 他們做過國會改革 所以這個講這些話都不對 我今天主要是講的一個就是說 國會改革是民黨的畢業 重新我們在做的 今天怎麼變成你在主黨 好像是你提出來昨天有這個題目 第二個很重要 國會議長是考慮他有四個性的問題 國會議長的公理是考慮是四個性的問題 這個人代表國教顏面 他要做國會外交 這個人非常很重要 然後我說那國會改革我尊重各黨提案 我們不會祈求的 你祈求你 我以為我們自己言責 要不然你就 服務條件欺以來對 這是替他們開一扇門 你每一個人個頭自己的話 那是保證韓國會在第二輪的構築 那韓國會在第二輪的構築 那韓國會第二輪的構築 變成什麼情況 就不然史上最低得票率的延長 然後這不是個最沒有期待性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國會的成人 那李鴻河他和他配合的時候 代表我們黨和民眾黨一起承認 韓國瑜假如他群衝的話 之後是中共 到時候 哪一個國家來訪問 中共可能會嚇死到西 這是讓我們最不安心的地方 你民眾黨的台灣民選 就是在 你如何面對這一關 這一點很清楚 國會議長不是在做書法改革 比如說 就是國會改革 那你也要做書法改革 議長既然是中立的時候 他的任務只有 國會外交 主持院會 還有草野協當 這個都必須中立 你叫國會議長來主導這個 有可能嗎 就知道各黨團座 你們要提出什麼法案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今天我在這裡談的 國會議長中央群 就是他代表國家 你以為院長的角色很功能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待 或是你拿那個四個條件 你那個四個條件 比復運期還不完整 復運期這個講的比你多 國會改革之後就我們提出來 要是未來要怎麼再去修法 各黨就提版本就好了 從頭上一路一跳出來 急著跳到商人 十五號一跳出來 就一路添加聽我的樣子 施設勤堂 然後開幕這種條件 根本他跨錯線 所以我今天要講就是說 這八席 是關鍵八席 我們都承認 立委員後面很多事情 統一權法案 一段等等 很多事情要處理 這八席可以扮演關鍵的西處 但是只有 知道分亂的話 這法律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不可能 這八席要來主導 讓民進黨和共黨 讓黨都盡力了吧 所以這個八席 看你如何善用這八席 如果你是只知道 混亂在做表演的話 那是沒有用的 十月時代已經結束了 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永遠 我們永遠是背後 以及我們執政責任 每個政黨的好 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政治挑戰 洪洪參跟我們 那一個歐西周上 我會收歌 然後 至少聲量 那好像天下都看我 那個時代才真正結束 由蔡英佩這是一定的 這很無庸置疑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至於你不想太多 這個 這種選舉投票是 非常 沒有到最後一刻 他不知道 因為都有很多編盤 然後他等於民進黨 又不正的手段 你放心 沒有人會出於這一塊 你自己把自己的票顧好就好 你自己把自己的票顧好就好 先來喝一下